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在本期的视频中,我们将介绍并比较三种不同的AI绘图工具 分别是Dali,Netjoning和StableDiffusion 这些工具使用深度学习算法,生成数字图像和插图 每个工具都有独特的功能和优势 更重要的是,生成的照片都是没有版权可以商业化使用的 今天就让我们来探索一下这些AI绘图工具的特点和使用对比吧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Dali Dali是一款由OpenAI开发的绘图工具 OpenAI就是开发大名鼎鼎的ChatGPT的那家公司 Dali可以根据自然语言描述生成图像 它使用一种叫做Transformer的网络来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生成图片 更多的原理我就不介绍了 我们直接打开Dali来试试它的创作吧 首先打开它的地址,然后我们登录进去 跟ChatGPT用的同一个账号,因为它们都是OpenAI的 登录进去以后,可以看到下面三个栏目 一个是首页 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文字或者上传图像来生成图片 History里面存放着历史生成的图片 我们回到首页 首先我们来根据文字描述生成一个照片 那文字描述需要输入关键词,如果你不知道关键词怎么写的话 我推荐一个做法,你可以把你的关键词写到ChatGPT里 让ChatGPT把你的中文拓展成英文的关键词,再贴回来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Notion 比如说,我现在想生成一幅照片 照片内容是夜晚的星空下一个女孩子提着灯 身边站着一只鹿 我们把我们想要画的图片内容描述出来 描述出来以后,我们让AI去帮我们把它变成一段英文的Prompt 然后我这里已经生成过了 就是下面的这一段描述 我们把这一段描述直接贴过来 OK,然后Generate 要等一会儿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 DeliE为我们生成了四张照片 这四个照片里面,如果你都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重新Generate一遍 但每次Generate其实都是要花钱的 它花的是积分 Generate一次,花费一个积分 如果新用户的话,DeliE会送你50个积分 比如说,这里我们对照片一比较满意 我们可以选择照片一 然后根据照片一生成更多类似的照片 就是Generate Variations 它根据照片一来为我们生成了更多的类似的照片 如果我们比较喜欢其中的某一张 我们可以把它download到本地 OK,这里是根据文字描述来生成照片 如果我们手里已经有了一张现成的照片 我想对这张照片做出一些修改 那我们可以上传我们的照片 我这里拿赫米小公主举个例子 那比如说我们上传她的照片 然后点击Crop 下一步就是编辑照片 Edit Image OK,那这里可以对这张照片做出一些修改 主要是两个方面 如果我们觉得这张照片里面有一些内容 我们想对它做出一些修改 我们可以圈出这些需要修改的地方 就是用一个类似香皮插的工具把这块地方擦掉 然后插完以后 它会让我编辑说 我想把这块擦掉的地方改成什么样子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输入我想把它改成后的样子 对照片本身的内容进行修改 但是这张照片本身没有什么多余的需要修改的地方 那我们这边用另外一个功能 叫扩展这张照片 就是说我们觉得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放大 那放大的部分 我们就使用这里的照片自动补齐功能 比如说我们想要这一块变成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背景 它的背景是窗户和书桌 OK 然后我们生成相同背景的窗户和书桌 我们这里点击generate 要等待几秒钟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再慢慢生成了 OK 它已经生成了 我这里写的是窗户和书桌 它自动为我补习的照片 会根据原照片的背景相适应 感觉效果还不错 能接受 OK 那我们可能觉得第二张照片比较自然 那我们就选择第二张照片accept 当然我们想补齐更多的地方 把上面把左边都补齐也是可以的 补齐完以后我们点击download 就可以把补齐后的照片保存到本地 那下面就是dele的介绍 第二部分我们来介绍一下medjohni 那首先必须要有一个discord的账号 我们打开discord 因为我这边已经关注了medjohni 所以我的历史里面 是可以直接跟medjohni来进行对话的 那我们把刚才相同的文字描述 来贴到medjohni里 让medjohni来为我们生成这样的一张照片 我们把文字复制回来 我们输入imagine 把刚才复制的文本贴过来 然后定义一下它的宽高 下面就可以等待它来为我们生成照片 OK medjohni这边已经为我生成了这幅照片 那如果说我们对这个照片不满意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regenerate 让它来重新试成一次 我们这里regenerate一次 好 medjohni又为我们生成了一组图片 那如果说我们对这一组里面的第二张 比较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让它为我们生成更多类似的照片 我们选择variation2 OK 生成完了以后 我们也可以选择具体的某一张照片来进行放大 假如说我们想放大第一张照片 我们选择u1 就是upgrade第一张图的意思 好 我们刚刚放大的照片已经完成了 我们双击它 然后右键 图片另存为 就可以把它保存到本地 medjohni也是支持我们上传照片 然后根据上传的照片 作为原型进行编辑修改 生成新的照片 那我们这里依然以和名举例 我先上传一张照片 发送给它 OK 我们把照片传到medjohni以后 需要把这个照片的链接地址取出来 我们点击这张照片 右键 有一个在新标签页中打开照片 在新的标签页中 我们把这个图片的链接给copy出来 然后回到discord里 再跟medjohni进行对话 还是imagine的命令 我们把刚才复制过来的链接贴进去 注意链接需要一点jpg结尾 所以把后面这串字符去掉 然后我们点空格 输入我们需要生成的内容 假设说 我们想生成一张动漫风格的赫米 那我们这里输入 OK 我们定义完我们的风格以后 发送给medjohni 让medjohni去生成 medjohni已经完成作画了 他这里做的 就是把现实生活中的人像 虚拟成了动画的形象 他做的还是比较生动逼真的 medjohni的介绍就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stable diffusion stable diffusion是一款很特殊的AI绘画工具 目前它是完全免费开源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载到本地 然后直接在本地生成你想要的各种照片 但是普通人下载部署它 可能门槛有点高 因为stable diffusion的运行必须要有独立的GPU 但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电脑可能都不支持 而且安装不足它到本地 需要用到fit和python 如果完全没有编程基础的话 还是有点难度的 当然stable diffusion也提供了一个 展现免费虚用的功能 一次性可以生成四张照片 我们可以把刚刚同样的一段关键词 输入到stable diffusion 让它来生成一下 我们回去把刚刚这段词布置过来 贴到stable diffusion里 然后让它生成照片 它默认的演示环境 所有的参数都是设置好的 而且不能修改 现在生成了四张图片 这些图片的细节还是有点粗糙 如果你能把它安装到本地的话 然后调整它的各种参数 应该可以生成细节更加丰富 更加饱满的照片 到现在为止 这三款AI绘图软件 我们刚才都试用过了 那这三者的效果对比怎么样呢 我们放在一起看一下 首先对比一下 同样的文字描述转图片的 Dally E Meet Johnny Stable diffusion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根据导入的图片素材做图的 首先是Dally 根据上传的素材 扩大拓展的图片 然后是Meet Johnny 根据上传的照片 重新计算 修改后得到的图片 其实Stable diffusion 也是支持图片转图片的 但是因为网页版不支持 然后我本地又没有部署 所以这里就没有尝试 那到这里 三款AI作画工具的效果对比 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记得答案 可能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Meet Johnny 仍然是作画效果最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这三者的价格对比怎么样呢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 三者的价格 首先看一下Dally Dally会给每一个新注册的用户 送50个积分 这50个积分你可以去画50次画 所以你如果想一直耗羊毛的话 那你就可以多注册几个账号 如果你50个积分都花完了 你想充值 它现在的价格是15美金 115个积分 还是有点小贵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Mid Johnny的收费模式 Mid Johnny首先会给每个新注册的用户赠送25次 绘图机会 如果这25次作画机会你都用完了 你需要升级它的会员才能继续用它来作画 它的会员有三种方案 10刀一个月 30刀一个月 还有60刀 那10刀跟30刀的主要区别就是 10刀只能生成200张一个月 30刀是不限次数的 30跟60的主要区别就是 30刀每个月有15个小时的快速生成模式 然后60刀就有30个小时的快速生成模式 如果按年订阅的话 所有的会员方案收费都会打个八折 对于普通人来说 30刀一个月差不多就够了 图好随意 最后再提一下Stable Diffusion Stable Diffusion是开源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免费的部署到本地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不需要成本 对硬件的高要求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成本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后面可以出一期Stable Diffusion本地部署的教程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对你有用的话 请点个赞哦